据台媒报道 海空军14号深夜发布解放军军机动态称 一架运8反潜机于当日下午进入台湾所谓西南防空识别区 关于解放军海空军力战备巡航 中国美解放军东部战区先发言人章春辉控制大校曾明确表示 台湾极其复杀遇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军队战备巡航完全正当合法 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 战区部队有决心有能力挫败一切台独分裂活动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坚决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